在我小时候单身发高烧 然后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医院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用药物导致刷了时通 然后不会说话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当中 向幸福出发 出发 这本书大概有多少万字 这本书是十五万字 十五万字 你前后大概写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 2013年就是我人生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时候 说实话 我在矿里出来的小事故 基本就是头骨着点砸穿了 那场事故之后 我躺在病床上 我就想了很多 我可以试着为我自己的梦想拼一把 因为既然已经死掉过一次了 就不怕第二次了 我可以试着为我自己的梦想拼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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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说的话唱出来 我说不出的话唱出来 我藏在心里的话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幸福舞团 谢谢幸福乐队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彤 我是幸福观察员 王文殿 你们好吗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吧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当中 向着幸福会来的方向 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向幸福出发 由舒适生活向幸福出发的海信 变频空调独家冠名播出 海信男神X空调 好变频懂识度随心一炫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组委托人 出场 你们好 来 这边有请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袁春莹 是王瑞杰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王瑞杰 今年26岁 是一名音乐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王超齐 今年23岁 来自河南罗哥 实际上今天呢 这是妈妈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我们香幸福出发了 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们小女儿说话似乎跟普通人有一点点区别 你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小时候沾水 发高烧 然后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医院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用药物导致说了时空 然后不会说话 明白了 我看到这个小妹耳朵里面是带着助听器的 她的作亲戚只能帮助她听到声音 但是听不到对方说的事 其实受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妈妈眼睛里头闪烁着泪花 可能对于母亲来讲 是一生的欠究 多长时间以后你才敢面对这件事了 考上大学了以后 刚开始发现她耳朵听不到的时间 我们四处求医 所以那个时间是太别无助的 因为她光听到声音 不知道她怎么去发音 最后在电视上看到邱老师 来到了我们洛河 办理了这一个艺术学校 我们是邱老师的第一位学生 我突然明白 你们提到的这位邱老师 可能恰恰是你们要感谢的人 对 但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两个孩子可能最感谢的 应该首先是妈妈 对 没错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 母亲如果垮了 可能后来的一切也就不存在了 谢谢妈妈吧 我觉得你我相信会表达得很流畅 咱们把这个机会给妹妹吧 谢谢妈妈 谢谢你老姐姐你没有放弃我 我找到之后我不会说话 请妈妈帮助了我 没有抛弃我 我很感谢妈妈 觉得我长大一定要好好保达 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姐姐 有请这妈妈 不荣西 因为我是你的妈妈 我要坚强 我一定把你们三个都培养成人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感慨 妹妹说感谢妈妈没有放弃我 其实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讲 不仅仅没有放弃自己这个 双耳失聪的小女儿 更重要的是还培养她上大学 现在还拥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是不是 是的 你告诉大家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克纳罗和一家九点做美工设计 美术设计 你看我这有几幅这个妹妹的作品 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感受一下 看得出来你的小女儿 这画画画得不错呀 她是有专门老师教过她吗 还是她自学成才呀 当时她听不到声音 学会说话以后 我叫她上了正常小学 她喜欢画画 从小都喜欢画画 在一次我们当地残联 举办的一次美术大赛 邱老师让她去参加这个美术大赛 她找到了自信 带了一灯奖 所以说以后都非常喜欢画画 这是全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 妈妈在想尽各种办法 找老师啊 教你说话呀 教你画画 其实姐姐为这个小妹妹 也是费了不少心思 对 是不是 我的两个女儿付出的很多 嗯 特别是这个女儿 其实刚刚从几幅画当中 都可以看到 妹妹把我们两个 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 都画了出来 小时候是我教妹妹辅导作业 你给她辅导 对 我给她辅导作业 因为爸妈工作很忙 所以每天回去都是 我把我的作业写完了之后 再去辅导她的 因为她上的普通小学 可能她听得不是很顺畅 对 老师讲的 她可能听不太清楚 所以回去之后 作业就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停下来 专门针对她一个人 她只能听到声音 但是不知道 老师讲的是什么 大概其 而且我听说 因为帮助小妹换助听器 每年这个家里开销 也是很大的 所以她的姐姐们 也是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是不是 是的 紧跟爸姐的步伐 二姐又考上了 武汉音乐学院 她考大学上了几年以后 紧接着就是妹妹也要考大学 她要考研 她要考大学 她在配做听器 我的二女就放弃了考研 准备了一年多 我到现在说起这个事 我心里还非常内疚 因为她为了减轻我的负担 好 音乐学院 您是学唱歌的 是的 怪不得她说话声音也很好听 你是学什么的 是美声 美声 美声 对 说实在的 我就崇拜唱美声的 就我认为这个歌能把美声唱好 是划枪吗 对 划枪女高音 这是那个 先说到这儿 咱们请二姐 给我们唱一小段 好不好 给我们来一小段 对 对 对 这就不起舞帆飞 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天使般的容颜最美 尽情绽放清春无悔 而春天已来临 有些花点坠 雪地上的足迹是欢乐相随 看那天空雪花飘散 这一颗我们的心 静静以为 啊 春天的芭蕾 啊 幸福的芭蕾 啊 春天的芭蕾 啊 春天的芭蕾 芭蕾 啊 春天的芭蕾 啊 芭蕾 对不对 这就是一次锻炼 真是 你看把三个女儿都培养成才 所以这妈妈是很了不起的 母女情深 姐妹情深 是的 然而我想说这个幸福的圆权 或者说幸福的源头 源头 不仅仅是妈妈的坚持和不放弃 这个姐妹情深更重要的是有 今天一家这个母女三人要来感谢的这位邱老师 你看看 你掌声有请邱老师上场 邱老师 这边有请 邱老师 您好 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 我是河南洛河的一个教聋雅儿童和智障孩子的 学说话的特殊教育老师 我叫邱欣慧 欢迎邱老师 我超齐是三岁多就跟您学说话了 对对对 也是您带的这一拨孩子当中的就是最早入学的 第一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 您看看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还得谢谢超齐呢 对不对 要不是超齐在你那儿学习 你可能现在还没这么大的本事呢 对不对 所以来我们看看这超齐用自己手中的画笔 是描绘的老师当年教你说话的情景 还真是 太好了 他画得挺新鲜的 来 我问问超齐 这个画中老师在教你发哪一个音 这教我发的是阿 还有没有印象当年小小的超齐是用了多长时间发出的这个音呢 印象挺深的 因为为啥挺深的 就像刚才文念老师说呀 我真的要感谢他 20年前我们学校只有三间平房两个老师 当时那个破烂的情况 破败的情景啊 很多家长都不相信 就是当时不要 刚开始说前三个月不要钱 交费孩子了 你再把学费给补上来 就这都没有人来 当时我去跟这些残障孩子家长去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就是毫不掩饰 面对面的 都不可能 对 都说你是骗人的 你是骗子 好多人就 那我得问问妈妈了 您是怎么信任邱老师的呢 是我的邻居在电视上看到邱老师来 我把超齐送到邱老师学校的时间 我根本都不放心 不相信 我说你能会把我的孩子交成什么样子 也是存着疑虑的 对 最后呢 我说也没办法 都把他放到那里先看看 试一试 试一试吧 死马当活马医 对 王老师 当时我们都是很迷茫啊 是吧 不知道孩子怎么去发音 怎么去说话 他当时给我定了一个小目标 说这个 他说邱老师 你们这个学校我也看了 我心里也没点 我这孩子这一辈子 你能让他长大了 学会喊爸喊妈 能够认识男女厕所就行了 帮你谢天谢地了 这是妈妈的原话 对 这是他的目标 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第二个说要感谢超齐的意思就是 超齐到了以后 成了我们的实验对象 因为啥呢 我们以前学的那些 课本上的特殊教育 就是老的教育方法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理论是理论 实际上是另一回事 就根本就教不会谈 因为你看我们要按照老的教育方法 要想教他说苹果 他们就说成屁股 就说的完全就不是那个字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苹果和屁股 区别开来的呢 你好不是 平 波 音 平 这几个音 这几个音啊 我们费了老大的劲儿了 后来我们河南有玉剧 有一天晚上 我们河南的玉剧大师马金凤 在电视上唱那个目标音挂帅 说我的家在山东 在山东 东 对对对 我当时很吃惊啊 我说呀 这个马金凤大师 他们怎么就把这个字 从鼻子里哼出来了呢 然后我们就叫他 我说这个超琴 你跟我说平 他就张了大嘴说皮 我说你把嘴闭上 闭上 闭上用鼻子去说 用鼻子去发音 是吧 平 平 这个字就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还得谢谢马金凤大师呢 对对对 谢谢马金凤大师 对 而且我发现你鱼句唱得很有味道啊 其实我以前也是学这个声乐的 但是我后来这20年都没有再唱过一次歌 也没有唱过一次戏 因为他听不见 他听不见小声音呢 你怎么说他都听不清楚 你要大声地说 结果呢 我刚开始不足以保护嗓子 结果嗓子呢 这个使坏了 使坏了以后 做了两次这个小手术啊 生在小肩 生在小肩 都没有成功 就唱不了了 对 后来就再也没有唱 这个我非常能够想象 当时的你那个不容易 咱们这样吧 我也体验一下 来姑娘你过来一下 我来教教她说话 你看我这个老师合格不合格 教你说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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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庄 庄 茶 圆 软 对了 王 方 我说王 我说王 她说方 王 王 为 为 念 念 念 不是贱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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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看 帅 太 了 太 太 帅了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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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太帅了 太帅了 你才发现她太帅了 我就发现 你教她太帅了的时候 她没说出来 她后来还是说出来太帅了 这三个字 她是说不出口 说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她并不是不会说 她是说不出口 哎 你很棒 你再说一遍 王为念 太帅了 王为念 太帅了 管同一般般 我说不出来 管同 不好看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那个什么 我给你发个红包 你说一句就求你了 管同 一般般 红包 大红包 管同 很好看 还带翻译的 还带翻译的 算啥呢 真的是 听起来 是大家轻松的一笑 但是对于邱老师来讲 付出了什么可想而知 妈妈我听说 女儿有这样一个绘画的发展方向 以及现在的工作跟邱老师也有关系 是不是 对 有关系 正常人找个工作都会非常难 对于他这样的孩子来说 就更难了 正在我迷茫的时间 邱老师又伸出了援助的手 帮着超齐 找到了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 工作都是邱老师帮找的 对呀 他也是不是看面子的 他是因为那个饭店是个国际连锁酒店 是个五星级的酒店 他是先考试这个英文方面的 就是那种软件操作 当时还去了一些健全人 正常人 但是他会画画的看不懂 那个英文软件 偏偏就他看懂了 所以我们是凭着实力 找到的这份工作 邱老师是一个引荐 是不是 不过当时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当时我给他妈妈说 假如说 这世上所有的人都不用他的话 我就让他去我们学校当美术老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是知道他很英秀的 确实 今天超齐在这儿亭亭欲律 而且我们看到了你的大作 真的是全国和你有一样经历的 朋友们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觉得前提是 超齐很幸运遇到了 有着很新的教育理念的邱老师 所以今天真的一家人组团 一定要在向幸福出发的这个舞台上 要感谢您 先让超齐表达 邱老师 从我不会说话的之后 因为遇见了你 我会说话了 邱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我上了正常教学 然后到了现在 教学已经毕业了 我对得很感谢 besond Nov inviteной 谢谢您 不用超齐 其实我真的应该很感谢您 见到他们一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看到了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觉得任何一个残障孩子 他们并不是不优秀 而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教育 没有他一个展示机会的平台 所以说遇到超奇 我也是幸福的 谢谢超奇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这个家庭最好的礼物 不管这个孩子后来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有先天的残缺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通过家里人共同的努力 他一定会成为天空中最亮的星 相信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用歌声表达心中的情感了 我觉得不用问了 这二姐是专业学歌唱的 是不是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了 我想送给我的妈妈 还有送给邱老师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 掌声欢迎夜空中最亮的星 掌声欢迎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在意 是太阳线升起还是遗憾在来临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好会流黑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红月光光天去拥抱你 每到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到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向幸福出发 由舒适生活 向幸福出发的海信 变频空调 独家冠名播出 海信男神X空调 好变频 懂诗度 随心炫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组委托人出场 欢迎三位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叫陆飞刚 来自江苏渠州 今年31岁 大家好 我叫贾云龙 今年30岁 来自黑龙江七十二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杨军浩 来自安徽府 今天25岁 谢谢 我们三位秀真人朋友 三个人一上场 手中都拿着皮影 是要给大家先演一小段吗 对对对 好 我们先看看 我们三个小伙子 用手中的这个皮影 会为大家带来的 一个怎么样的表演 好不好 老师 你能跳舞吗 跳舞那就更好了 你不但是歌唱家还是舞蹈家 跳舞 我会 我会呀 我会呀 肉是我的 什么 肉是你的 我给你捡起来 对 是你的 我 我是给你捡起来 你下来 快下来 我给你 好 我来了 刚才我们在后面 可以看到兄弟三个的配合 是 这是怎么分工的 是根据个头大小 更适合分工的吗 对 这因为这个狐狸的话 它要是 这乌鸦 它要在树上 然后要举得挺高的 能不能让我们两个 也体验一下这个 怎么演皮 可以的 老师 难吗这个 是的 我们还专门给两位主持人 做了 两个道具 做的 做的管瞳和王维燕 对 这个有意思 问题是这三个棍 两只手的也不够用 谁给我们演示一下 怎么拿 对 来 你教一下 王老师 老师不是那么拿的 你说 管瞳 你找回事 没事 跟你急 不是这么拿吗 不是这么拿的 是怎么拿呢 就是这么困难 对 现在你那么拿是正确的 这么拿就对了 对 那我们是不是上 也上那幕后边那个 行不 行 行 咱俩今天就开始嘛 上场了 对 那个 滚老师 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唱出来 好好好 爱要大声唱 唱 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当中 想幸福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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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站在我对面的是主持人管瞳 站在管瞳旁边的这个大帅哥 就是传说中的幸福观察员 大帅哥 现在肚子已经没有这么大了 现在肚子已经小了 这就是 练没了 好 我们看到刚刚这个三个小伙子 介绍自己的年龄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原来是成年人了 因为我们知道秀植人朋友就是外形 永远像小孩子那样 对 三个人也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情况 我的身高是一米二 四岁的时候就是发现个子不长了 那个时候就是去了很多家医院 但是没有那种能长高的药 就是吃了很多很多药 但是他就没有用 都属于秀植朋友 但是个儿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就坐在你旁边的这哥们 他会不会因为他个儿大 欺负你会不会 他欺负我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会去招惹他 你是这个团队里面的老大吧 算不算 对 是吧 无论是年龄 你是个子老大的还是年龄 还是年龄老大 个子年龄都是老大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是七八岁左右的时候 然后我父母就发现我比我们同龄的孩子 就是矮的特别多 然后就带我去检查 就是说是脑水体分泌不足 导致呢就是长不高 那个时候也是花了好多钱 买了好多药 吃了也不管用 最后吃的就是厌食都不想吃饭了 那后来就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后来去上过什么学吗 我是上到初中我就不上了 想出来给家里挣些钱 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第二就是因为到了高中之后 他们的个子都会特别高 就觉得也是特别自卑 小学的时候感觉不到 对 小学的时候感觉不到 到高中以后就明显的感觉 对 这个拉开了距离 对 但我觉得实际上想法是好的时候 我出去找工作吧 但是像你这样的一个身材和力量 找工作应该并不容易 对 因为我们的力量和那个都不行 所以说去找工作 他们都把我们当小孩 你找过什么样的工作吗 我找过好多工作 就是电子厂 就我们那边服装厂之类的 我都找过 他们都说你这小孩怎么能干活的 你现在的个是 药物干预以后长高的吗 我也不知道 他这几年都在慢慢地在长 你有没有查过你的古灵闭合了没有 我不想查 因为查了之后 如果知道自己的古灵闭合了 觉得就是心里面挺失望的 没有闭合的话 要花好多钱去打针 我们家里的情况现在也不允许 怕给家里造成更大的压力是吧 对对对 就是他们都特别懂事 有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段这种 和家里头叛逆的过程 就当他们突然意识到 我小的时候怎么那样啊 我怎么会对我父母那样 你知道他们为我们付出多少 他们会有一个反省的过程 一旦反省之后呢 他又会拼命地赚钱 拼命地补贴家里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个形态 我说的是不是怎么个情况 对 说得太对了 你们三个人的分工是 我是负责画稿和染色 染色 这哥们是 制作 制作 雕刻 雕刻 那我这个王明念是你做出来的吗 对 为什么把我做得这么难看 把管同做得那么好看 因为我只是负责去那个给他雕刻 其实画您那个样子的是他 你画的呀 对 这个握手是他 对 没错 我这个也是你画的吧 对 你看 也就是在你心里 管同老师长得就那么好看 对 就是漂亮的 在你心里我长得就是大肚子 然后嘴都撅着 就这么难看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做造做这个 她说对对对 你能不能 对 就是我想说吧 就是说做一个人的形象 要抓住这个人的最主要突出的特点 就由此可见就是王导就是在大家思维当中留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什么和什么 是吧 什么和什么 对 肚子大 这是他说的 不过这个也挺帅的王导 我看出来了 你把我雕得有点像你 对 对 是不是 对 王老师 因为他当时画出来的我看了画得特别特别的像 但是经过他雕刻完之后就成那样了 真的 你真是把大哥给得罪了 我看 有没有这事 有没有这事 有没有 你说有没有这事 我现在觉得有了 你现在觉得有了 当时你不觉得有吗 刁的我就特别像你吗 对不对 这就按你的形象刁的吗 这 咱俩长得比较像 你到哪说咱俩能长得像吗 对不对 你就说你再好你眼睛也有点小啊 对不对 戴上眼镜就像了 你戴上 你看 像吗 立刻就像 像 对 这观众啊 我发现都是你们仨过来的 今天这整个一个不像着我 那你是负责 我是负责装钉还有装机关 比如这机关都是我来做它张嘴 我想知道你们这是自己琢磨的呢 还是得有人教呢 肯定是有老师教 有老师教 嗯 你们今天带的这个委托人的牌子 你们是来谢谢谁的呢 谢谢我们的聘影店和老师 今天老师来了没有 来了 我得问问老师 在他心里我是不是长得这么难看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李健老师出场 来 这边有请 大家好 我来自陕西省华英市 我是一个民间的皮影制作艺人 李健老师是从事皮影的艺术有多少年了 16年 16年 对 我看您的手中制作皮影这种工具 已经真是有年头了 像宝贝一样抱着就上来了 对 这工具是从我开始学的时候 就到现在了 16年了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一群小伙子的 他们之前在另一个剧团的时候 我去做过那个雕刻老师 然后是当时认识的 接触他们之后带给您 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他们就是很努力 然后我就感觉他们都那么努力 我也得努力 也不分大小 也不管是老师还是啥的 就个兄弟一样的 当哥们处 是吧 我看你这频频点头 你是怎么 就肯定是对李老师赞赏有加 挺信任他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剧团里面 学习皮影系的时候 李老师被请过来 给我们当老师 然后那个时候我见李老师 他的雕刻技艺非常了得 他的雕刻的手法非常漂亮 然后后来他因为家里有事 就回去了 回去了 我在剧团干了没多长时间吧 一年多 我也就辞职了 辞职我去打工去了 后来又李老师就问我 就问我说 你在那边学的怎么样了 我说我已经辞职了 我已经不干皮影系了 老师说那你 学了那么长时间 努力了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学呢 他就说 你要是还想学的话 就到我这边来吧 然后我们就到了 我就到去李老师家里边 去跟李老师去学习皮影系了 您教他们学习课皮影是 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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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经常就是到处去 做这个皮影的 在培训啥的都不收费 都是免费的 对不但不收费 而且我们吃住都在李老师家里边 我们您是指您带了多少人 一块去的 我们三个 就你们哥仨 对 一块都去了 对 接触了李老师之后 你们的演出也好 或者生活也好 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变化非常大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做道具的时候 就是我们力气比较小嘛 有些东西可能要像窝这种杆 我们可能就窝不动 就需要李老师帮我们 还有我们演出的那个箱子 道具非常的大 我们拿不动 都是李老师帮我们拿着的 怪不得今天这个三个小伙子 在这说要感谢他们的 这也是好老师 我觉得也是好兄弟 对 在这儿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告白时间了 我要给李老师说的是 在我们三个都放弃了皮影戏 这一行的时候 是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捡起皮影戏 继续去表演皮影戏 也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 是你出手帮助了我们 所以特别特别感谢你 我希望在我们以后的 皮影道路上我们能一直一起 能不分开 没有问题 老二 李老师 非常感谢你能在我们的一起 在陕西度过那个学习的阶段 遇见你真好 大师 非常感谢你 在我离开了皮影行业之后呢 后来是您的坚持 让我又回到了皮影行业 太多太多感激的话 都在这儿呢 回去我给你做饭 真的是挺为你们高兴 对 我觉得这个告白非常的质朴 是 特别是这小伙子说的那句话 遇见你真好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用歌声 表达心中的情感了 兄弟三个 谁唱歌最好呀 我 老大 那就你来吧 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好 唱一首什么歌 唱一首《水手》吧 好 掌声欢迎《水手》 苦涩的沙 吹通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咋骂 母亲的哭泣 永远来忘记 年少的我 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卷起古关框 这脚牙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 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一位勇敢的首相 是真诚的男儿 总是一副若不尽风 闹钟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 总是听见谁手说 他说风雨中 这脸头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脸头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收看 此时此刻我们的下一位委托人 已经在访谈区就座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您好 王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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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尤雅 新年24多岁 来自江苏南通 这是我出版的一本自传题小说 《生命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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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时候手术 就开始是交叉部 然后手术给它封开了 封开了但是手术西斑了 封开之后 这个皮就不能自己靠拢了 那你的身体是属于脑瘫吗 对 属于脑瘫 脑瘫 是几岁的时候就发病了 就差不多 大约发病的时候 已经是十两岁左右吧 一岁两岁 一两岁的时候 对 这本书大概有多少万字 就这本书是十五万字 十五万字 对 你前后大概写了多长时间呢 就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 为什么需要两三年 是因为你在书写的时候 有一定的困难吗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初中毕业 然后因为 初中毕业 对 你打字是手写吗 还是电脑 是电脑打字 电脑打字 主要是靠 就左手的天使识 然后靠机键盘 您一分钟能打多少个字 后来就通过自己来认识 现在一幅能大概可以打个 三十四十个字吧 我看管老师在认真的阅读 对 因为我在看他的目录 我想跟大家也分享几个 你看他的章节的名称 爱的世界没有伤悲 如狗尾巴草一样 倔强生长 道足且长老天使的守护 现实将生活逼得无路可退 小丑也有权力和常人一样跳舞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标题 就能够看出这个小姑娘内心的挣扎 听说你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 是吧 对 差不多 在我出生后三多月的时候 父母就去外地打工了 然后他们自己生活可能也比较忙 不能经常回来 从很小的时候到现在 差不多就差不多都是爷爷奶奶 他们的照顾 他们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你知道吗 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就快八十了 但我觉得爷爷奶奶很了不起 你想想看在那样的一个地区 培养这样一个小姑娘 爷爷奶奶能够 就是非常有主见地说 要送这个小孙女去上学 是不是 对 其实很多的亲戚朋友 包括很多周围人都说 像这样的孩子 这样就有什么用 这个手又不行 他脚又不行 等于说是一个废物吧 然后爷奶奶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弃 虽然身体很不方便 但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把我当 就单独参与的人也看待 他们就是说很容易 要让我接受正常的教育 送你上的是普通的小学是不是 对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那就是 是不是爷爷奶奶就得在那陪着你啊 小学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的 是谁送你去呢 爷爷还是奶奶 是奶奶 奶奶把你送去 在那陪着你上课 对 她每天都要踩一辆 踩一辆 踩踏踏车 然后就飞了你去 然后就接我送我 就知道我初中之业都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为什么只上到了初中 没继续上高中呢 因为是身体原因吧 就是说身体很不方便 而且当时初中考工作的时候 考到了一家比较远的学校 但是奶奶已经快七十岁了 她其实 她其实根本就不能把我拉动 因为我发现你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会经常把身体的一部分给退到底下去 你是在一个位置上待不住是吧 对 这个身体老却往下滑 她相信你也有点坐不住 就是身体比较高 可是小姑娘今天要克服这种 坐着坐着就往下滑的这种状态 就出流下去了 对 然后腿部这种不受控制的这种状态 来进行这种文字的创作 真的是要困难重重 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的刘毅 还在做一个伟大的公益事业 你知道吗 每卖出一本 她的书就会捐十块钱给这个公益基金 对不对 就是我在我们当地的书高 就是书高县尼 专门设立了一个爱心基金项目 就我想把这本书 就收书所得的一部分 把它监造那个公益项目中来 这个项目的主要自信是帮助那些 就助谈和助学 那今天刘毅来到《相信不出发》的节目现场 是要来感谢 主要是感谢爷爷奶奶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的付出 那我们现在就把爷爷奶奶请上来 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刘毅的爷爷奶奶 上场和大家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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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奶奶刚才还没有拿话筒 就着急地说留意这些奖状 就着急地介绍她孙女的这些奖状 对 这个奖状是什么奖状呢 一个奖状是文章经浅有求奖 这是男同好青年 对 优秀奖 这本是文章经浅的优秀奖 这是获得这个生命之歌 是做公益的一个大奖是吧 对 这是公益获大奖 这个是什么奖呢 这又是一个男同好青年 你看起来在男同你是 这个经常得到这种奖 这是我们如果十大接触青年 哦 十大接触青年 对对对 我们如果 这个是你什么时间 我们的市长 我们的市长 市长给的 这是市长给的 看见了吗 市长给颁发的 对 跟你们市长说说 能不能给我也罚一个呢 好 开始回市长说 就回去之后 第一件事 你先去找市长 好好好 好不好 好好好 我发现奶奶啥事都敢答应 我觉得就是奶奶这种性格 是 开朗 自信 家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奶奶 真的是孩子的幸运 你的孙女啊 一直说想谢谢你 你想在你孙女 谢谢你之前 你想跟我们说说你孙女吗 我孙女 我孙女 可以很这个事的紧强 很紧强 很紧强 这个事你不敢 并且学习 乖风下雨 他都要多小学习 对 乖风下雨 都要去学校学习 他有没有惹你生气 他从来不让我生气 从来不惹你生气 不不不 他有没有惹他爷爷生气 也没有 他爷爷有没有惹你生气 也没有啊 他这个事呢 我陪上他去学习的时候 他这个雨时如果下雨了 他的爷爷去送给我们 送给 你有没有惹爷爷生气 我也没有惹他生气 爷爷给我们说两句吧 你这个老婆人怎么样 他对我好的 对你好啊 对你怎么好的 男孩妹妹送他去 哦 嗯 他送那个孙女儿 三下 哦 不得我的中心 哦 那个 我得跟你讲啊 你刚才讲了话 我一句没有听懂 看起来他们家的普通话 还是奶奶说的最好 奶奶是代言人 奶奶是发言人 奶奶 哎 我请你来向幸福出发 当祖辞人怎么样 哪里会有 你愿不愿意来啊 愿意愿意 愿意 现在强管通饭碗的人 可越来越多了 哎呀 我在这儿如坐振扎 哎呀 我真的觉得短短几分钟 我特别喜欢奶奶的性格 你说太对了 哎就奶奶就这种乐天派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能够让这一家祖孙 就是可以欢声笑语 能够把这个小孙女培养的这样有才 虽然刚才孙女说了 爷爷甚至可能不识字 但是咱的孙女儿现在是个小小文学家 对呀 是不是 你的孙女儿现在写书了 第二本书就出书了 马上去出书了 第一本书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生命的羽衣 生命的羽衣 是羽衣还是羽衣 羽衣 对 那个第二本书的名字起好没有 第二本书它写的是守望 写的是什么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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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奶奶 看起来你们家主要得靠你说话了 所以你回去之后 我就对你有个意见 也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好 把普通话好好练一练 这个不是守望 是守望 是的 你再念一遍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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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回去了 是 其实我觉得奶奶很有见识 虽然说可能像孙女说的可能文化程度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家里面这个大主意 孙女的这个发展方向全是奶奶自己给把握的 比如说电脑就是您给孙女买的 对 对 要是没有这个电脑可能孙女这些文学才华也无处去表达 对啊 现在是一个文学青年 奶奶 那个 这个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一般采访完 如果你不让看呢 你就可以拿走 你让一看呢 就不让拿走了 不让拿走 就留这里了 行不行 行不行 那人家别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你没法介绍你孙女了 行啊 没事 没有问题 因为她 我们 家里边有的是 我们家乡人都知道她 这个 家乡人已经知道了 都知道 不用靠这个 不用拿这个 你看奶奶 真的是一个极其聪明的 而且她完全是一个随和性的人才 你只要说什么都行 所以说她没困难 到哪儿去找别人帮忙 没有人会拒绝 所以说 你今天来 肯定是看了我们的节目 然后你就想 有一天 我也要 带着我的奶奶 爷爷 去到节目中去 谢谢他们 把你心里的话 说给奶奶 谢谢奶奶 好 爷爷 就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的照顾 就感谢你们 就知道我学会经常 就也能那么发心 就我以后会 我以后会认得更好 不用了 孩子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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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看到孩子 潸然泪下的这一瞬间呢 我觉得挺心疼她的 其实她多么希望她可以把她想好的语言 流畅地表达给大家 这样一个坐在轮椅上都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二十岁的女孩 遭受着身体上的折磨 遭受着身体上的折磨 谢谢大家 我想在大家祝福的掌声当中 把小孙女写给祖母的自传题小说当中的一句话 作为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好不好 好 大家请坐 孙女特别深情地说 望着祖母那满头的白发 和那偶尔有过的手舞足蹈的神情 我多想再回馈更多的爱给她 让她不必为我的未来而担忧 多想在她的耳边跟她说 奶奶 你可以歇歇了 有我呢 相信不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歌声表达心中的情感吧 我们邀请专业的歌手 把这首歌曲《飞翔的翅膀》 送给我们这位热爱文学的刘逸 送给善良慈祥辛苦的爷爷奶奶 祝福你们 我 想有一双翅膀 身在生命的重量 如此美丽 宁人相望 飞向远方的天堂 那是美好地方 谁都无法抵抗 谁都无法抵抗 花儿开在每个人心上 嗯 来自心灵的芬芳 我想有一双翅膀 飞向远方的天堂 那应是天使的翅膀 我 拼牵着生命的力量 拼牵着生命的力量 带着我所有的希望 鼓起勇气 告别迷茫 回到那梦想中的地方 我 我想有一双翅膀 飞向远方 用声丢在一旁 勇敢的飞翔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掌声有请下一位委托人出场 你好 来 这边有请 向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言伟 是一个矿山工人 同时也是一个 作词作曲的音乐人 今年38岁 写歌写了23年 38岁 写歌写了23年 对 23年 15岁 对 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 那个时候就是 对一个文字和音符 特别喜欢 那个时候就开始写 写作对你来讲 已经可以是养家糊口了吧 说实话 王老师 因为以前我写作 给很多很多歌手写歌 都是免费的 都是算是公益歌曲 包括给大学写歌 给县里头写歌 也就是今年 那天有人觉得我的作品 上一定档次了 到一定高度了 也开始给我一点稿费了 并且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有个电影 也让我写了山手歌曲 这旋律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能大概给我们哼几句吗 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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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代代初音线 老师我太激动起高了 起高了 挺好 他在唱自己的这首大过的时候 我就在想 23年就特别执着于一件事 就写歌 你是词曲都写是不是 对 我是词曲都写 而且很多时候可能 并不像现在这样有人喝彩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在默默地在写 两位老师真的是这样 因为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 写作这个东西 它就本来就是遥遥无期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说我喜欢这个 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对 2013年是我人生重大的一个准则点 那个时候说实话 我在矿里出了一件小事故 当时是怎么样 是那个基本就是头骨转砸穿了 但是能怎么说呢 能活着回来我很满足了 确实那场事故之后 我躺在病床上 我就想了很多 我觉得我可以试着 为我自己的梦想拼一把 因为既然已经死掉过一次了 就不怕第二次了 所以你们家最反对的是谁 就是我的父母 父母 因为这开始我们父母最反对 因为我们能理解 父母他在不懂得这件事情 究竟会有什么未来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你是在做一件 没有前途 没有未来的事情 现在你们之间这个交流通畅了吗 现在非常非常通畅 非常通畅 是哪一件事情过后 他们就突然觉得 原来我儿子坚持是对的 因为毕竟生活发生 命运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妈妈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 有点比较颓废了 但是我妈妈也行事 那么索性就让儿子去坚持 他自己音乐梦想 也就是那年我妈妈开始支持着我 支持我之后 我在家乡开了一场演唱会 我全都是我自己写的歌 没有固定的那个观众 也只有我们家里 自己家人去支持我 我在想这个言伟 23年如一日 执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真的就是因为很多时间 可能是这个梦想 是不足以支撑你的现实生活的 那你的母亲 如果支持你的音乐梦想 她一定在这方面 是会做出自己很大的牺牲的 那所以今天你作为委托人 是要来感谢 我要感谢三位母亲 三位母亲 三位母亲 因为一位是我孩子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老婆 你大喘气 吓我一笑 第二位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第三位的母亲 她已经怎么说呢 不在这人世了 因为她就是我的姥姥 也就是我妈妈的母亲 在三个伟大的女人 跟你见面之前 你还是跟那个天上的母亲 先说几句吧 姥姥 是你教会我唱的第一首歌 虽然说你今天可能 听不到我写的那么多歌了 但是我知道你永远 都守在我的身旁 真的 姥姥 替我加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言尾口中所说的 那两位母亲 请上场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来 宝贝 你长挺好看的 你自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家在五区 你家在五区啊 你家是在五区的上海哪个地方 我家不在上海 我家在辽宁省 辽宁省 吊冰山市 吊冰山市 市还是市 市 市 到底是市还是市 市 市 那个五区几号 几排几号 我不看 不看几排几号 但是你家 自己家的号你认识吧 我家住四楼 市楼 你家住四楼 这是 你爸钱放哪儿 我爸不放钱 你妈钱搁哪儿 我妈钱放包里 包里班回家都挂哪个 勾上 我家没有勾 放什么位置 就是我好进去拿呀 放窗台里 放窗台上 那我从窗户上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勾出去 不是 不是 你希望窗户里边 伸进一只手来 把你妈钱包给勾走吗 不用 不用 说猛了 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阎伟的母亲 我在在辽宁省铁法寺 儿媳妇 大家好 我是阎伟的妻子 我叫张春月 他妈呀 你这儿子小的时候 突然就天天整着写歌词 有没有生气啊 跟他 一直对孩子这种孕悦的执着吧 一开始真的反对 因为啥呢 梦吧 这是一条无止境的梦 对 特别是他成家以后 我主因为啥呢 一个咱们一个公民 就以家为主 挣点钱 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有一个健康的儿子 我们没事 老两口吧 再没啥事 再把我们的钱 再准处点 给他们点 就不要他再继续地 再执着地走下去了 但是那种执着 真的叫我 有时候他爸也说 咱不管他 别管他了 他还咋咋人 我就说没这个儿子 不是 没说这句话 咱们就没说这句话了 我跟你说 王老师 说西流话 这些年他追求梦想 那时候我们电视台 没有录音大棚 我们离铁岭是 四十六十里 就是甚至五号宽支 马上拿到钱 上铁岭去录这首歌 你得必须录下来 就这他爸也没说 我不认这个儿子 那不行 俺家老爷子吧 俺家老头子吧 他就稀罕孩子 他爸就认识什么事呢 稀罕 这些稀罕 他爸跟我俩发脾气 他从来不跟孩子发脾气 我就算没你这个媳妇 这话也说过吧 那承先生也跟我说了 应该也说 我就不相信 我调不出这句话了 但是我主意为啥呢 哎呀 不管哪里 孩子有他的梦想 虽然因为这条路 整得很艰难 但是我毕竟当母亲 还是一直支持他 那真的是给 给这儿子贴了不少钱吧 对 追逐音乐梦想 对 反正在他身上吧 反正没少花 没少花 没少花 现在他有没有 把那花了钱还给你 还我呢 还你了 媳妇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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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妇咋样 你评价 评价你的儿媳妇 儿媳妇真的不错呢 儿媳妇真的不错呢 你俩处的咋样 他俩都姓张 他俩都姓张 你俩都姓张 也不等于没有破析矛盾呢 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 问问我家媳妇 你别着急 你俩别说话 孙志 那个奶奶有没有在你妈不在的时候 说你妈的话有点生气 没有 没有啊 你妈有没有说我生你奶奶的气 没有 就是你妈跟你奶奶 有没有俩人伴嘴的时候 没有 你们老师咋说 你妈跟你奶奶俩人伴嘴 说那天你不在 有没有这事 没有 那要老师出来说有 那你是不是都说谎了呢 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真没有 其实老师都没说过 还挺聪明 还是媳妇 你能受得了你老公这每天就是血呀血呀 就是 她的眼里只有歌 也有一些怨言一些 因为她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就是热忍她的原创音乐这一块 把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在了她的音乐上 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呢 就是管的比较少 对 然后一些杂七杂八上的 生活上的事 都有我一个人来承担 你看看 包括一个人带一个男孩 那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肯定是不满意 是 但是要是大事大肥上呢 她还是会挺身而出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世界上有梦想的人太多了 然后那个一直能够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并且凭着自己的这份能力 而看到希望的人呢 却很少 所以呢 我觉得她还是做到了一点 然后呢 我就对她 导致支持和最重要的理解 那个宝贝 你爸爸写的歌你会唱吗 我不会 一句都不会啊 嗯 你学校学的歌你会唱吗 学校 不学歌 不学 哪个学校能不学歌呢 学 英语老师 跟我们学这个歌都是小孩的歌 就是小孩的歌吗 我就问你小孩的歌你会不会唱 那种春晓 春晓 春晓 来 一 二 开始 分眠不觉觉 处处闻提鸟 一 二 二 不是你们那儿唱歌是这么个唱法 行了 啥也不说了 委托人的牌子是你带着的 你要谢你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刚才你已经谢了那个天上的姥姥 把你想跟妈妈说的话 和你老婆说的话 说给他们听吧 妈妈 以前我写歌是为了我的梦 但是是你这告诉我 音乐 就是我们全家的一次幸福旅程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 透过我们的节目 一起向幸福出发 妈妈 然后孩儿的娘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写作你也能知道 你多少能感受到 其实写作是很孤独的 我为什么能简直写下来 为什么我感觉我自己的作品越来越好 是因为我感受你对的爱越来越深 而我也会用我更深更深的爱 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看见啥了 你看见啥了 鼓掌了 鼓掌了 她说她看见鼓掌了 这就对了 以后在你们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就要闭上眼睛 听到没有 长大以后再说 听没有 别乱参与 看着就看 不好看 我就特别感慨 因为人们常说 虽然坚持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坚持一定不会成功 我希望 颜伟和你的一家人 真的能够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用心中的歌声 表达那份情感了 颜伟是个执着的音乐人 这个机会对你来说特别的难得 写了那么多首歌 准备选择哪一首 在这个环节唱给大家 我要演唱的是一首《希望》 好 也用这首歌 祝福颜伟一家人 接下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一起来欣赏 谢谢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生命就像是一盏路灯 在无人问津的街道 总是希望有人能经过 也会看见发光的我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程 看不清下一站站牌 也曾经茫然失措的追问 生命是为了什么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生活 什么是命运 什么是理想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快乐 我的一眼 梦想我的追求 这就是我的幸福 这就是我的存在 我的爱 我的爱 爱人排斥我的希望 希望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又是一期节目接近尾声了 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不知道哪一个故事更打动您呢 希望您能有所收获吧 是 努力不一定能得到 但是你不努力就肯定得不到 祝大家好运 向幸福出发 下周见